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背包客室 之前就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 觉得很有趣,它是说80个关于旅行的事情 那今天就想来分享给大家看看 第一个是说据说第一次坐飞机的人 基本上都会想坐靠窗 其实不只是第一次坐飞机 我觉得我每次都很想坐靠窗 第二是会和同伴或者家人评论空姐或空少的长相 一般上我都是一个人坐飞机 所以不会跟旁边的人评论他们 第三在飞机起飞时会偷偷祈祷自己平安着陆 飞机起降的时候我一般上都在睡觉 第四手机会选择飞行模式不关机到落地 我觉得大家都试这个 第五几乎每个乘客都拍过窗外机翼的照片 这个我有很多 第六短途飞行中宁可忍着也不上厕所 这个我也会 第七是如厕的时候会忍不住想飞机上的卫生间 边边去了哪 我倒没有这么想的 就上厕所就上厕所嘛 第八三十岁左右独行男乘客很可能会被升舱 好吧我不是男乘客 所以很少机会会碰到 我只碰过一次吧 第九赶早班机的人出发前一晚 几乎都是完全没睡 这个我非常赞同 因为每次呢只要是搭很早的班机 几乎前一晚真的是没睡 第十搞不明白飞机中转和京庭的区别 那这个我还懂就是京庭呢就是经过一个地方停下来一下 然后继续再飞感觉就是大巴士的概念 就是停到一个点 然后乘客上车下车了然后再继续飞 中转呢就是你搭两台不同的飞机 就是你到一个机场下了飞机 然后再换另外一台飞机继续飞往你的地方 那这个是搭飞机的部分 那接下来看看 十一非公共假期旅行时 大多数会在朋友圈分组屏蔽同事 嗯...没有同事 十二旅行期间在朋友圈发布的数量 会比平时高出50% 这个你有吗 因为我一直都在旅行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差 好十三发文下的下面会评论何谁去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人去吧 十四最讨厌收到po文的评论是我去过 这还好吧 十五会刻意不为朋友的po文旅行图片点赞 你会吗 我倒觉得还好这是什么心态 十六会指着别人po文 然后跟自己的伴侣说你看人人人又去了哪 因为我没有伴侣所以这个我不懂 十七机票行李箱脚丫子 是旅行照片里出镜率最高的 这个好像是 还有护照跟背包 十八发分扭圈的时候会刻意打开定位 好这我也会 让大家知道我在哪里 十九会用滤镜对照片加工精心排版后再发送 这不是基本礼貌吗 嗯...好不好 有时候我也是会发一下原图 就很懒惰的时候 可是一般上还是会秀一点点 毕竟大家比较喜欢看美的照片不是吗 二十期待别人给你点赞 并及时回复评论 呃...这不一定耶 如果手机再生的话就会 及时回复大家 如果手机不在 然后很忙的时候会忘了回 就发了文 然后就忘了自己发过文 好接下来是出镜旅行篇 二十一大多数人第一次出国旅行的目的地都是泰国 诶...不是泰国哦 我是台湾 二十二参加泰国旅行团 导游通常会带着游客去摸人要的呢呢 嗯...我好像没摸过耶 二十三很多出镜游的人群只会说Thank you 这个还好耶 Thank you是基本礼貌 可是通常我去到一个地方 都会问他们就是当地的谢谢怎么说 然后就会一直用那个字 在国外点餐只会说This one 这也还好吧 我英文还算是可以沟通的阶段 出镜游的游客自体语言比平常进步了 嗯...好像是会发达一些 就是各种手势都会出来 把剩下的外币都会花在机场的免税店 这我不会 因为我会把它收着 因为我总觉得我下次还会再来这个地方 来都来了 是很多游客说服自己的一个强大旅游 这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做的事 就是反正都来了 就去一下吧玩一下吧 出镜游的旅客都会在旅游景点 买过冰箱贴的这个东西 现在我在旅游景点通常都不太会买东西了 我之前买过的冰箱贴是在尼泊尔 买那个圣母丰基地营的冰箱贴 之后好像就没买过了 老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吃虾 尤其是在自助餐厅里 这是真的吗? 中国人特别爱吃虾吗? 公司集体出行都会选择东南亚或热韩地方 没有公司也没有参加过员工旅游 所以这个不知道 很多人会感叹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之后就其实没去哪里了 这我赞同我身边真的很多这样的朋友 对于说走就走的旅行只是在想象而已 这跟上一个一样 说要出去走走 其实很多人最终都选择了当地自驾 是吗? 它的意思是在自己的家乡自驾当做旅游 这也是一个旅游方式 其实 有八千多个景点被形容成此生必去的地方之一 这有那么多 我承认就是有很多地方真的会把自己标榜成此生必来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一最厉害的景点 每个城市都有一条当地人劝你不要去 而你一定会去的著名小吃街 这个我在中国真的是非常常见 被旅行媒体网站的照片误导过 这不只是旅游媒体的网站吧 大概是大多数的社群媒体也会分享这种照片 欧洲油皮是东南亚油 怎么看不起东南亚 小众旅游皮是去热门的景点 我是比较喜欢小众旅游 可是热门的景点我也会去 自由行皮是跟团的 其实有时候跟团还蛮方便的 就是会省去很多劳心劳力 体验油皮是度假游 可是体验完过后还是要有度假的感觉 不是吗? 因为看到超划算的机票而决定一趟旅程 啊,这我常发生 因为动物而选择一个旅行的目的地 嗯...好像有 之前去菲律宾看那个小小的眼镜猴 或者是去印尼看那个科莫多隆 无法尝试一个人的旅行 一直都在一个人旅行 想要和自己的另外一半单独出去旅行 没有另外一半 以待在旅途中发生厌喻和不可描述的故事 这大家会有吗? 男性旅行师会准备保险套 这是真的吗? 女性会在预订完机票后 会去淘宝选择衣服和装备 这我不会... 无论去哪里旅行都想购物一番 其实我已经很少在旅行的地方购物了 因为要带着很麻烦嘛 然后除非有很特别的东西 而且要小而巧 会受热门影视剧而选择目的地 我倒还好 因为我真的是很久没看影视剧了 挑选旅行目的地时 会因为政治原因而选择去或不去 这应该比较常是中国人会做的事情吧 有时候会抵抗日本啊 抵抗去韩国啊 抵抗去美国啊 抵抗去台湾啊 出发前会根据别人的旅游攻略制度 制定自己的行程 大概会参考一下 但不会全根 在旅行途中发现行李带多了 刚开始旅行的时候会 可是现在都还好 因为我带的东西都是那几样的 在沙滩上写过自己的名字或别人的名字 所以我有 不习惯把旅途中的美食或酒店真实评价 发到社群网络 这个我一般上放在社群网络 我都觉得是好吃的 如果不好吃的话 我会觉得 会不会是我自己个人口味的事情 不好吃我就不会发 但如果是很难吃 我还是会跟大家说 不管去哪里旅行 都想在当地吃上一顿麻辣火锅 这篇应该是中国人写的 所以他会想吃麻辣火锅 我倒是还好 如果我真的吃不习惯当地的食物 我会找快餐店 就是可能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 在旅行时被朋友要求代购 这我还蛮常遇到的 如果不是行李操纵 或者是会很麻烦 特地去买那个东西的话 我都会帮忙带一下 进入一家餐厅 不是因为饿了 而是因为连WiFi 这还好吧 我是因为饿了 对家人和朋友追问我的礼物呢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我一般上都不会买东西 会选择自然醒 在开始一天的安排 这我还蛮常做的 在旅行途中会带电脑 收发工作邮件 我一般都会带着电脑 为了剪辑影片 不是为了收发邮件 刚上路时心情好到飞起 一路上都是吧 旅行途中在心里 对旅班报过出口 这有时候不适合旅班 真的是很难搞 情侣一起旅行 会选择AA制 其实AA制也蛮好的 就少一点增值 情侣一定一起去过 象征爱情的景点 并留下爱的证据 大家有吗 在预定酒店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最缺钱 我无时无刻都觉得自己缺钱 进酒店房间后 第一件事是拍照 第一件事是躺下吧 不会错过已付费的酒店早餐 当然 在酒店住宿 遗落过东西 这我有过漏掉一条裤子 退房时 会把房间内的免费物品带走 这我不会也会加重我的行李重量 情侣旅行归来后半年内分手 会吗 在旅行途中的花费超出了预算 这我也常常超知 从此不会相信XXX圆的网站标价了 我也不相信你这种都是作为参考 旅行回来过后那段日子会很难过 因为钱烧光了 不用旅行回来 旅行途中已经很难过了 旅行回来并没有把影片素材进行后制编辑 这我一直都在编辑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拍了很多结果都没有再弄 旅行回来很有冲动写邮寄 但最终都放弃了 这是真的 一开始我真的是很想把邮寄都写下来 可是我发现真的不能 最后我都是用影片记录 因为影片当下拍了 然后我还会把它剪辑 很多人会后悔没带父母出来旅游过 这个我们家通常每年都会有一次的家庭旅行 所以这个我倒觉得还好 一个人一生中平均出现在别人的旅行照片中8.7次 是吗?那么精准 这个谁算出来的 旅行途中平均会拍摄386张照片 只有19%的人会翻回来看 这到底是谁算的?那么精准 可是我真的相信很多人是不会翻回看自己的旅行拍过的照片 大部分旅行行业的媒体或自媒体都用过 说走就走这个词 好我好像也很常用 好最后一条 大多数人都会首选社交媒体进行旅游类的投诉或维权 这好像是 可是好像不止旅游类的吧 大家社会上遇到的一些问题 也会丢上那个社交媒体给大家进行共审 不是吗? 好的终于看完了这80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呢? 喜欢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按赞分享 我们下期见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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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